哦,碰到太阳之人 然后再下一个叫无能而虚说 这个能是能量的意思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人们现在对所谓的这种道德要求 完全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要求 根本不体谅那个人的能量级别的 你比如说我们让一个很虚弱的人去跑步 他有可能一头栽到那就死掉了 然后呢,你让一个能量特别强的人去跑步 他就是正好越跑还越有快感 所以这个无能,有能和无能的话呢 一个是有和无 再一个我觉得它还是可以分量化 是吧,有无是值 所以到什么能量级别 你做说什么样的话 做什么样的事 没有那个能量级别 就是能力跟位置或者所说的事不匹配 这就要出事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 是吧 我们很多人就幻想着说 我要有钱或者是我要有权 或者我要有个什么样的位置 但说心里话 如果你的能量不匹配 突然给你一笔钱 我们现在分析很多 突然买彩票中了很多奖金的人 最后他驾驭不了这个钱 在这个花这个钱的过程中 把它自己毁掉了 还有一种就是 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放到那个位置上 最后这个位置上 跟周围人发生的所有的一种纠葛 或者要处理的这种事情 最后把它毁掉 所以我们讲太阳之人 如果他的能力跟他说的事是匹配的话 那这个人能成大事 但是大多数太阳之人 是处于一种无能而虚说 而且在虚说的过程中 享受意淫中的那种快感 这叫无能而虚说 虚就是不落实 你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是一种方向 或者是一种理论的架构 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 有形有志的物质上 完全实现不了 那之后就是 完全是一个画一张大饼 或者是空欢喜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Just Do It这个口号 就是我觉得这个公司 Micky这个公司 他发现了一个 现代社会的人们的一种 普遍的状态 就是可能太阳之人比较多 所以提出的这样的一种诉求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回应了这个时代 人们内在的一种恐慌 因为无能虚说的人多了之后 对于那些 Just Do It 就是去做的那种人 会拥有一种更好的感受 以前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老师老让抄一些格言 警句 经常我印象比较深一句话 叫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是吧 读书嘛 就是熟读今生细思以后 你要去实践它 现在你刚才说 那个太阳之人居多 不是太阳之人居多 是现在这个社会资讯太发达了以后 大家看到了太阳之人在那坎坎 而谈口吐白沫 然后那种兴奋和夸张 他不管自己是处于哪个能量层面上 他就要去模仿 他就要 人家一读就是成功学 一说比尔盖茨就是退学 然后谁谁谁是怎么怎么创业 然后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 是吧 复制完了不知道在哪粘贴 很多人无能 他不是太阳之人 他被太阳之人的火给带动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虚火在那虚说 所以这满大街全是干这个的 自发于视野 这就我说那个方丈的事 是吧 他这个一个屋子已经放不下他了 是吧 一个中国已经容不下他了 这个志我说过 以前讲过 一个是机翼 一个是志向 对将来的这种期许 所以这些人的胸怀大志 是吧 做的计划 做的规划 要达到了目标 放之四野 就是那就是天宽地阔 我现在感受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坐高铁 坐飞机 看中国那么大 从新疆飞回来四个多小时 飞到广州三个半小时 我就想古代的人就是骑个马 或者坐个车 他们就怎么就征服天下 然后就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胸中有秋鹤 是吧 胸中有百万雄兵 所以这种志向呢 是让一个人做成具体的这种大事的一个前提 是吧 他如果就想的 我就三十亩地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不可能去做那个事情 所以这种人是先有志 然后咱们再说他成不成 但是他谈的 说的 不管说他做的 他肯定是在这种层次和纬度上 来考虑解决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 披着军大衣 叼着半根烟 然后手里拨那地球仪式 就这种状态 所以自发于是也不是问题 是不是无能而须说才是问题 对 所以太阳之人的举措 不顾是非 为事如常自用 这些太阳之人还有个特点啊 就是他的行动 我们前面讲了他说什么 第二他心里想什么 就落实到怎么做的时候就要举措了 是吧 举手投足 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经常说 有的人叫手足无措 不知道往哪搁 是吧 其实就不知道他该干什么 是吧 朝哪个方向干 这些人举措呢 有一个特点 他做任何事情 这个是非是什么意思 就别人说对 或者是不对 他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这是个司令官 别人参谋给他提出的任何意见 或者建议 他是不管的 他有他的主见 就是这种人说白了叫刚毕自用 是吧 我要决定往哪走 那就是一条条走到黑 别人怎么劝也拉不回来 是吧 所以有做事呢 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不顾是非 然后呢 为事如常自用 这是我刚才说的刚毕自用 我自个怎么看的 我自己怎么定的 是吧 我听说是有一个大公司的老总 布置任务 底下人给他提建议 他说 我花钱雇你是让你落实我的 我的决定的 我花钱雇你 不是让你给我提意见 能做你就做 不能做滚蛋 这就是一个领导 领导力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来看呢 就是很多人因为他的能力 他的见识 他的格局 他的事业 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他根本无法理解到 他领导处在那个位置上 要做的事情 所以领导 真正要领导一个团队 就是我非常欣赏 以前那个部队的一句话 是吧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中去理解 所以这个太阳之人 是非常适合当领导 而且是一个 很有决断力的领导 然后自个儿定了 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做 这个装饰里面也提到过 就是不同层面的人 可以管不同量级的人 是吧 有些管着一个乡 有些是管着一个村 有些是管着一个省 一个县 不同的人 的确他性格 有在不同层面上 有是非的观念 有一些事情 在你这个层面上看到的是是非 在他那个层面上 是超越是非的 完全是这样 就是当时在湖门宴上 就是刘邦不是被项羽 这个请去 然后相装武剑都要刺杀他 然后他又被羞辱 最后他假装上厕所就跑了 跑了以后他就说 是不是要跟那个项羽 告别一下 结果张良跟他说 大行不顾细节 是吧 做大使者不顾小姐 不顾小姐 大礼不辞小让 是吧 你看人家说这个话 这个格局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你刚才说 在哪个层次上 你是一个乡长的事业 还是一个省长的事业 还是一个科长 鼓长的事业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威势 如常自用 那后面就讲了 这种人呢 似虽败而常无悔 这个是最高级的 为什么呢 普通人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知道什么 第一他知错 还知道 好像这事我错了 第二呢 认错 知错不认错人很多 是吧 他知道错了 但是他会找其他理由说 老天下雨 周围人不配合 这个时机不对 他不往自己身上认 所以如果不认错的话 不要谈改错 第一你知道 第二你认 这个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然后认错这个事 是最大一个关 就是不认 知错认错 然后改错 这些 这个太阳之人 有个特点是什么 这个事已经做得很惨了 大家都认为是不对了 是吧 他不认 他压根不觉得 他压根就不觉得这是个错 或者是 他认为就是 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小的插曲 对 或者是一个小的波折 或者是 甚至认为会把错当成是一个 胜利前的一个预兆 我最看逗的一件事 就是 当年那个解放战争 国共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节节败退 你知道他的报纸上怎么写 他叫转进 明明这个城市已经丢了 你不停地往南退 他叫转进 这里面有个最大问题 叫不认错 你把失败都当成 胜利那么写 你在迎合谁 你在迎合那个最高领导人 蒋委员长的那种心意 但是你这种状态的话 就对将来你继续犯错 就埋下了一个伏笔 你还会犯错 如果你咬着牙说 我错了 我好像哪方面 我马上去检讨 马上去补救 那以后你失败的概率就少一点 所以这种人 我有一种观点 我因为作为医生来讲 悦人无数 而且深度的这种接触和交流 我就发现 这种人属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普通人 撞了栏墙会回头 对吧 建了棺材会掉泪 这种人撞了栏墙也不回头 觉得自己头还不够硬 然后往后退把步 接着往上撞 就是这种人 会在后面讲到这种人 他们大概会得什么病吧 会的 这些人会脑溢血 会崩掉 吸血都会往上游 而且不仅会讲 这些人容易得生病 而且有补救办法 不扭曲不变形 道士无情 却有情 徐文斌 梁东和你一起 重新解读皇帝内经 提升我们的生命力水平 中医这个高明之处 在于身心不二 就是看到他是这种人 我就知道他 经络哪个强哪个弱 我没必要给你讲道理 就是让你说 这江文元长 你这真不对 是吧 你不应该用唐文博 你应该用白冲喜 白冲喜尽管跟你意见不合 但是他这个小诸葛的战斗力 其实是很强的 其实解放军在渡江以后 打的唯一的一场败仗 就是贵系的七军 张干的部队 在那个叫什么青树坡 把这个49军的一个尸给围了 你给他提这种意见 他不会接受 是吧 所以我们不要给他讲道理 直接调他身体 调完身体以后 他那个虚火降下来以后 他自己就会自己认错 这是我们讲身心不二 就高级在这 我们认为在意识层面上 想打动一个人 除非你有巨大气场和能量 你说的话 只不过是能量的一个延伸 我见过很多高一点的人 我老想 那个人犯错误 你们周围人为什么不给他提一件 他说我们见着他都想跪 磕头 我们还敢提一件 去找到问题 悄悄放点 家为逍遥散 各种 就是我们认为身心是可以这样调的 所以碰到这种 干了很多事 然后还不后悔 而且这些人有个最大道德缺陷是什么呢 他不怕别人死 死到有不死平到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不怕死 他最后是让别人去死 他不死 所以他后悔啥 有啥可后悔的 其实这一种特坏的人 徐老师 当你在说大家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浮现出一些人的样子吗 也有 我是因为有他们样子 我才说这些话的 大家可以各自感应一下 徐老师在讲谁 少阳之人 太阳之人 还没讲完吗 常误会 完后叫此太阳之人也 就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是吧 就是脑子里面浮现一个画面 好大的牌商 好大的房子 好高级 好贵 是吧 好大的办公室 好大的规划 是吧 所以这些人 我们叫太阳之人 但是太阳之人 有一种可爱的地方 可爱是什么 他永远乐观 事情败了也不后悔 然后自个儿还信念特别坚定 体悦一下 就是如果你特别悲观的话 你应该多靠近这样的人 知道吗 他有他的病态 但是你用他的病态 他弥补你的不足 我记得我们原来一个 我办公室有一个副主任 我在中亚大学校办 我调到校办做秘书 八一级的 叫王毅夫 跟那个设计冠军是一个名 那是我师兄 比我大三级 那哥们是我见过永远乐观的一个人 最太阳之人是吧 他不是太阳之人 他是正常人 他是阴阳和平里面 你们叫温暖的暖的 明白 以后我们会讲病态人和正常人 我那会儿偏抑郁悲观 我到现在也是在悲观中乐观的那种人 那哥们吃饭 你比如说你得了厌食症 你没食欲 你跟他一块吃顿饭 你就看着他吃饭 那个香啊 那个美好啊 不管吃什么 然后你听他做事 你说你碰到什么 他的口头上去 这还叫个事 所有在他看到所有的问题里面 阴暗面不存在 后来这哥们做事也是这样 做的事非常 自个人 个人 事业 家庭 都非常地道 而且非常照顾弟兄 所以就属于一种暖男阳光明媚的这种人 所以我说呢 观察身边有这种太阳之人呢 如果你阳气不足 或偏阴寒的话 对你身体 对你的性格 对你的成长 还是有补义的 这叫一切为我所用 没有好 没有坏 合适不合适 对 能够为你所用 如果你的太阴之人碰上个太阳之人呢 还能小许中和一下 我们现在很机械的学中医 或者学算命啊 学风水 老这个阴啊 阳 白扯不清 老觉得 哦 这个人客夫啊 那个人什么 这个旺财啊 其实我告诉你 都是相对的 一个客夫的女人 碰上一个客夫的男人 两人要在一块 那家庭事业心万发达 就是两个能量场在 你也磕不动我 我也磕不动你 但是咱俩还有交流 这种状态就是完全激荡 如果一个客夫女人碰上个阳心男人 完了 一弄就死 所以这种阴阳 我们说太阴 少阴 太阳 少阳 都是相对的 你碰到了谁 所以那些命硬的女人呢 应该跑去跟她老公说 不是我能量强 是你命不够硬 是你太弱 是你还不够硬 把我生生一个温柔的女子 逼成了一个阳刚女子 对啊 而且她转化了 真转化了 对大多数人来上 特别凶恶的一个人 跑到另一个人面前 就是小美 对吧 一物降一物 她展示她 示弱 她展示她温柔 展现她这种 很多人是 特别想撒娇 但没人接着 或者有过创伤 正撒娇 没人接 啪掉地下 所以那个痛苦是最大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以头着地 以脸触地 变成月云棚了 是吧 所以很多人 你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变得凶悍强大 是因为没有地儿 没有人可撒娇 这个海灵格 每次我采访她 叫海灵格太太 叫海奶奶 她说她发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她认为中国的男性 普遍地缺乏 杨刚的能量之气 她在全世界各地 做个案 我说为什么 她说也许是因为 很多中国男性 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 她无法从她父亲那里 接受杨刚的能量 我说那后面又是什么原因 她说是因为她妈妈 也没有知道 什么样强 叫做强势的男人 也从她妈妈的妈妈那里 接受到了这个能量 所以她说 对于她在做个案的时候 她常常跟很多的 中国人的男性 一个建议 说多与你父亲交流 从你父亲那里 接受的更多来自于 雄性的阳刚的 钱 她用这个词 用我后来加的 就钱得 那当然 每个人 用每个人的角度和看法 不过我目利所及 的确 中国应该加强 男性的这种气象 我怎么说 我别说举双手 我那角度举起来 同意你这个观点 她不是 她不是跟父亲学 她父亲就是窝囊废 父亲是缺位的 父亲就是个窝囊废 她母亲为什么强大 是因为她父亲 就是个窝囊废 投射 投射 有情感 有情感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对男人的尊严的践踏 成为了一种习惯 我记张艺谋拍过电影 叫老景 就描写两个村子 为了争一口景 然后张艺谋 呱就跳那井里了 其实张艺谋演的是一个很有血性的男人 但是这个血性男人是因为穷 倒插门 到那个家以后 他们就是收拾他尊严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他每天早上起来 要给他丈母娘和他媳妇倒尿盆 而且他去倒 你就想 我们的所谓生成的这个环境 这个制度有多少人是让人变成太监 阉割他的凶器 有多少制度是让他变成奴 你但凡不想当奴 你就被干掉了 最后留下都是什么 都是取义奉迎 然后呢 椰长着自己的内心 然后去装孙子 相反 有些国家 不管男人挣多少钱 当多大的位置 女人是把他当 不仅给他尊业 是把他当家里的主人供着 这种国家 又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中国人 我觉得缺父亲 缺男人 我目利所及看到的都是猥琐 眼睛是涣散 没有神的 大家就说中年牛腻啊 什么什么土豪啊 什么的 不是 眼神 就是男人的那种顶天立地的那种眼神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是吧 我看到了我的变化 就是当您讲到一个 我特别赞同的东西的时候 我不一定马上复合你了 这跟十年前很不一样 你赶紧复合一下 我老觉得一拳打在空气里 好像说的不对 你要了解 这十年来 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默默点赞 默默点赞 暖暖的看着你 撒谎的样子 暖暖的看着你很牛逼的样子 在点头呢 心里点头 所以刚才我们今天 大概这一集就讲到太阳之人了 我的体会就是 似乎我们不能够 简单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评价 每一个人 你还要看你这个性格 和你这个能量之间是否匹配 对 匹配了以后对你好 对别人也好 对 是吧 好 所以呢 非常感谢薛老师 今天和我们一起 就灵书通天 太阳之人 一起分享 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觉醒 也可以观照旁边的人 也可以观照自己 但是呢 不要匆忙的进行道德上的判断 而应该在能量上予以同情 好了 感谢大家 收听这一集的 黄帝内经之灵书通天 谢谢薛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这里是国学堂 我是梁东 对面的是后普中英学堂的堂主 徐文斌老师 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继续啊 灵书通天 我们已经讲过了太阳之人 今天和大家继续往下学习 少阳之人 势地好之贵 总结一下啊 就是太阴之人 太阳之人都可以做大官 他可以统治人群 这个气场 强大赵之人 一个是负能量 一个是正能量 是吧 少阴之人和少阳之人 偏普通人和卑鄙小人 你别以为他是阳 他就不是个小人 他是从另一个方面去干坏事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太少 一个是能量多少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向的问题 所以这到底应该念少阳之人 还是少阳之人 我个人认为在这念少阳之人 更好一点 是吧 这个少阳之人呢 势地好自贵 我们先讲一下势 我们经常说势不是 是吧 势的本意没人知道 势是啥意思 势是古人观测天象 观测天象不是星象 是太阳 所以它上面有个日 是吧 底下呢 这个定 安定的定 也是底下那个 底下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古人列了个 测量日影的那个规表 嗯 然后日影投射的有个长短 然后二四节气的时候 也就是太阳在这个运行的轨道中 偏北或者偏南时候 会留下日影或长或短 最长的日影时候是冬至那天 是吧 而且我们正南正北 如果测准了以后呢 在中午 当地中午十二点五十正刻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日影和规表 是重合的 嗯 当日影和规表重合的那一刹那 叫是 没有重合 不是 这里面加了个言字边 第二 其实就是通过意识的思考 或者是通过语言来追究 是 还是不是 那这句话说这个少雅之人 有个基本特点 就是 这种人完全是一个较真的人 凡是他碰到了 一定要分出一个是 非 对 错 说不好那点有点矫情 但是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追求真理 实事 求是的一个良好的品质 所以这种人呢 是 爱真分明 是吧 一板一眼 有板有眼 是吧 从来不含糊 不马虎的人 你身边 考虑一下 我瞬间就浮现出了一个样子 一个人 这种人还可以说叫真儿 地呢 是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 沿着边一个帝王的地 地的本意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帝国 是吧 皇帝 但是大家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帝国跟祖国有什么区别 祖国是 可能跟祭祀有关 我觉得 当然有关 祖子边上就是一个祭祀 是吗 是吧 反正在祭祀边都跟祭祀通神 是吧 所以祖国是不是男性的 没错 帝国应该是母性的 应该是这样 咱俩真是绝配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祖国 那边带着个且 且就是像新文字 就是南根 是吧 帝国 为什么说他是女的 瓜熟帝洛 还有一个敏感点叫 对 是吧 对 所以那个弟子 他们老说 帝国帝国 什么的 皇帝 我说皇帝最早母系社会 那个领导人 他叫帝 因为他是个女人 后来父权社会出来了 就变成了祖国 然后他们阴阳不分 现在大英帝国 没错 为什么 那就是人家 就是女皇 对吧 对吧 你叫大日本帝国 那好像就不大对 也有可能你不听这么叫祝游 下一次继位的就是 所以以前 就是描述以前 叫大清帝国 那些也不对了 诶 所以太后 掌权是谁 光绪 光绪一辈子 移金 移金 你看一下那个清宫的遗案 所以他应该是那个 贵之龙骨牡蜜汤 诗经家 对 夫 诗经家 少府玄疾 樱头寒 目眩法洛 卖 急需 扣持 贵之家 龙骨牡蜜汤 住之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方式 是吧 这已经 然后 这种导致的失眠 这样 然后呢 光绪无后 然后 溥仪 溥仪知道什么问题吗 溥仪是不是因为伪啊 完全伪 他就是小时候 被太监宫女给玩坏了 就从 十六岁之前 就不停的被 强迫射击 最后 完全起不来 所以他后期 婉容啊 他的皇后 还有各种 什么什么妃子 跟他就完全 无法行人道 只能行天道 无法行人道 有人说的 他是那个 什么 其实他完全 我们看他的 我的前半生 记载的 完全就是人道 废掉 他自己在书里面 这样写的吗 隐约提道 隐约提道 因为他 太不容易 他从那个 秦城监狱 被特赦 出来以后 又给配了一个护士 作为他的第四任老婆 然后就提到 他在跟他 就正式结婚前 就交代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帝国 叫来叫去 还真正叫成帝国了 长知识啊 弑帝啊 一家之言啊 所以这个弑帝合起来 这个帝是 我们叫瓜树帝鲁 他要打破砂锅 闻到底 要追求他的根源 追求他的来源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址的是 是 是追求到他的本源 所以我们碰到 少阳之人 你碰一个较真儿的 要刨根问底的人 而且孜孜 不倦乐此不疲 以此为荣的人 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这哥们 少阳之人 我听见这个 讲完少阴 太阴 太阳 少阳之人的时候 有个最大的感触 就是 当我们能够站在 不同的人种之外 其实我们本来是 投射在某一种人的 你开始 对所有不同的人 生起了一种同情 就是说 原来人和人 先天就是因为 禀赋 气质 能量不一样 所以各有特点 所以我才比较理解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主 在讲什么 就是说 每个人不理解你 那就是太天经地义的了 对 就是有人说过 人跟人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对 对吧 只非于安知 于之乐 只非我安知 我不知于之乐 是吧 真的不可以理解 除非上升到一个脱离了形体结构 上升到能量和神明的基础上 你才觉得 原来我们都是 就像现在玩电子游戏里面那个人 我们是被操纵的 我们是已经被设定好的 我们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出那么大圈的 大概这时候人大概就可能有信仰 所以就是有朋之远方来 可能就是两个都能感受到这种东西的人交流 那他的就不一跃乎 他的高兴来自于哪里呢 可能来自于两个人都超越了对于当下我是谁的这种理解 而都能够有个共同的层面的时候呢 他能形成共振 还有我的理解的就是古人对彭的解释 他叫同门 同门约彭 同志约有 对 既然出于同门 咱俩可能就谈得来 乐字本身就是说高兴 是吧 女为乐己所仁事 女人容易被那些花言巧语 是吧 这个会说话的这些男人打动 至于他涨什么样 有没有钱 可能放在第二位 所以 哇 好多年我都误会了 我一直以为要有钱才行 不是 他是充分必要条件 不是那个 有了那个就行 还要加其他的条件 是吧 所以势地耗资贵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他以刨根问题 以较真 以追求事物的本源 本来面目 或者追求真相为荣 而且以此作为 自己在人群里面混 站在人群鄙视链的最高端 鄙视你们那些所有大麻糊眼 不分是非 不分不科学的人 你对这段解释的特别好 因为我有对象 我知道谁是这样的人 特别好 浩自贵 有小小观 则高自宜 有这么一个体会 这些人适合做什么观 他说了个小小观 肯定不是大观 为什么不能做大观 他不够太阳 也不够太阴 第一他能量级别不够 再一个 居小节的人 基本上都干不上大事 对 就像上次跟你说 真的是做大事者 不居小节 但是好多人做不了大事 又不居小节 他以为不居小节 是成为大事的必要条件 别扯了 他是充分条件 他是这样 就举个例子 理解这事 就是吃素 吃素是修行的结果 不是修行的手段 太对了 是不是 我看到很多 没修出来的人吃素 就越吃越糟糕 对 而且有些人是胎理素 生下来就吃素 累是修行的结果 累是修行的结果 然后有些人就装 一看吃素 好像可以站在 这个鄙视链的最高端 可以藐视鄙视 其他所有吃肉的人 然后就自个儿 就毅然毅然的去吃素了 老家 你修行没到那份上 于己于人都是个伤害 为什么说于己伤害 你能量补充不上 营养跟不上 动物性的脂肪 或者是蛋白 是你需要的 与人不好是什么 这些人其实是偏执狂 他通过吃素来 恨不得胸前挂一个 吃素的牌子 来证明我是修行人 我的道德 或者我的修养 都比你们高 胡来 所以这方面说这个事 就是说 不取小结 不是你成为干大事的人的 一个手段 是你能干大事 所以瞧不上那些 琐碎的东西 你可以忽略 屏蔽掉 很多提供你的那些信息 然后直此不顾 我直奔主题 不扭曲 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 活到120岁 再举个例子 有句话叫 刀比利不可以做公亲 小小官 小小官就当不了公亲 公亲 因为古代 这个官和利分得很清楚 对 什么叫官 中了科举以后 你怎么能做科举 你有非常好的人文 学识的修养 你有了这些修养以后 你的格局层次 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 对吧 利是什么 利是你到了那个官上 用你的官奋 或者是朝天给拨的款 你再去顾你手下的师爷也好 这个参谋也好 底下跑事这些马仔 这些人只能是 扶出你的意志 在你的指导下去工作 而不能反过来 其实就是党指挥枪 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 有可能这个人枪法很好 是吧 神枪手 你不能因为他技术好 你就让他去指挥一个联 一个牌去往哪打 这些人犯的很可能错误 就是战术上胜利 战略上失败 他完全就盯在眼前的可能 迎头小力上他去争 而忘记了更大的东西 为什么要有政委 第一他是个文官 你看郑国藩文官 李鸿章文官 他跟那些武夫出身的看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刀比例不能做公轻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谁啊 水浒传里面是宋江 宋江干嘛 运呈现了一个小力 整天就是搞一些文案 诉讼啊 这些事情 最后这哥们就靠这种 小恩小惠 假仁假义 围了一帮弟兄 然后就被推举成这个梁山的头领 其实他的前任头领 曹盖是一百个瞧不上他 所以最后这些都被他卖了 就是他的那个格局和事业 最后就是昭安 曹盖一死 居一厅改成中议堂 然后通过这个会这个吹拉坛上 长得很帅 然后身上很好纹身的这个燕青 跑到汴梁去勾搭上李诗诗 李诗诗在勾搭上宋辉忠 就想去被招案 你从他干的这些事情来看 你就知道这哥们上不了台面 最后结局是什么 最后结局就是自个儿喝毒酒 还拉上个垫背的 这个李逵跟着一块死 几个牛X的哥们跑了 跑了 不跟他混了 其中有一个还跑到越南当国王 是吧 燕青是挑了一担子戏软也跑了 武松也跑了 鲁之深也跑了 鲁之深是在之前已经作画了 所以这哥们的德性 能量格局 完全不够匹配做首领 德不配位 怎么用好这种人呢 什么叫用好这种人 就是一切为我所用 太阳之人可以为我所用 少阳之人可以为我 那你格局更高了 我讲的是你怎么跟他相处 你怎么对付他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对吧 如何与这样的人相处呢 如何与这样的相处的话 你就比如说 你让宋江这样较真的人 这么在小事上下足功夫人 去搞纪检吗 去搞审计吗 这个人挑毛病 那没问题 说的是呢 说的是呢 是 你让他去做什么 你让他去容人 团结人 或者带一个队伍 他完全不了 因为这种人 我个人分析 这种人是有洁癖的 而且这种人 是有精神上的洁癖 主要是精神洁癖 对吧 所以这种一看 世帝 较真 追本受缘 然后好自贵 那我就是天下 皆卓我独卿 是吧 天下皆罪我独卿 你说你这种人 能团结人吗 不可能吧 嗯 那如果这个一个人 他不小心 已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 他该怎么办呢 那就选择一个 独处的方式 或者是就像 魏晋那些民事嘛 整天就弹悬论道 然后呢 互相也瞧不上 但是呢 大家在一块也挺高兴 就这么个状态 我觉得呀 徐老师 您讲完这四种人之后啊 听众朋友呢 都各自归位 我就这样的人 那我旁边他就这样的人 好了 如果啊 有一个人都觉得 我已经在您这个描述里面 是这样的人了 嗯 他该接受自己的这种性格呢 还是说我努力一下 让自己变成一个中平的人 呃 阴阳平和是最佳状态啊 其实 有可能还改造吗 有啊 有啊 如果你想改的话 啊 如果你想改 然后呢 我们有解决方案 有解决方案 但是呢 大家记住 命不能改 运可以改 嗯 所以我还是咱们一起十几年前说过那话 你是个苍蝇 你还是个蝴蝶 这是你的命 嗯 但是你可以选择去厨房 去厕所 是吧 去哪儿飞 哈哈哈哈 还有个例子啊 就是郑国藩 当年去缴太平军的时候 屡战屡败 好几次这哥们被围剿 就差点自杀 跳船 所有都被 所有人都拦下了 其实郑国藩 就是活得也真是很痛苦 长了一身牛皮险 娶了个小妾 也不是为了云雨 就是为了整天晚上给他挠痒痒 他给朝廷还得汇报 整天打败仗 还得汇报 就写了个屡战屡败 结果他手上有个师爷 给他改成 屡败屡战 嗯 你看看 这就叫刀比利 嗯 为什么叫刀比利呢 以前刻竹简啊 目读啊 都用刀 后来用毛笔写字 就是这些人是专注在小处文字上 戳辞用语上下功夫的人 嗯 可能这种人就是 他的优点在这 但是大的方向格局上 他会变得浅薄 或者是短浅 嗯 是吧 翻译一下哈 这个太阳之人呢 是I believe I believe 嗯 扫阳之人呢 叫Don't believe Don't believe 这不相信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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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疑 纯疑 东皮利 这个 如果他 当个小小官 而且还是自命清高 自得其乐的话 挺好 嗯 挺好 那 别往上走了 对 则高 自有小小官 则高自宜 嗯 给他个小小官 那也挺高兴的了 嗯 这种人呢 有个特点 好为外交 而不内服 呃 先说一下高自宜啊 高自宜就是说 他会把你交付 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嗯 这种人我脑袋里面 浮现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领导布置工作 他会拿个小本 记得很好的 然后他的桌面 是整洁而干净的 而且是哪个东西 放在哪 是有条有理的 然后领导交代的工作 是有回音的 你交代我 我完成到哪了 然后呢 而且给领导是 有建设性的意见 或者残谋的 因为他看东西比较细 是吧 以前有有一个 这么一个段子啊 就是说 又聪明又懒的人 适合当司令 嗯 为什么 他要又聪明又勤快的话 底下人都给他累死了 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认为很简单一个事 啊 怎么你们用这么长时间 还没完成 所以你让一个又聪明 又勤快的人 当司令的话 底下人都跟不上 所以司令一定要是 聪明 不勤奋 嗯 是吧 所以对底下没有压迫感 那勤奋不聪明的人呢 咱们就说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少养之人 又勤奋又聪明 这种人适合当参谋 给领导提建议 嗯 是吧 或者及时发现很多问题 然后给领导 领导这个做大事嘛 是吧 小事上可能有所顾忌 按人说 哎 领导啊 不能这样 这个细节决定成败 是吧 我又发现 哪儿 哪儿有什么问题 所以做参谋 又不聪明 又不勤奋的人 适合当部下 这种人就是 我脑子也不考虑问题 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一般来说都是那个 又勤奋又聪明的参谋 去督促 底下这个人去干活 当然因为他权力也不大 底下人 头肩少滑 消极代工 这个事呢 本来是 一百分 哎 当然 能五十分 领导就挺满意 是吧 这就是现在 基本上一个好公司 或者好团体的 最佳状态 最怕的是什么 又勤奋 又 又愚蠢的祸 这团队有这样的人 脑子也不灵光 但是呢 老去把自个的 想法要付诸实践 而且还特别勤奋 这种人应该拉出去 枪毙 四类人 是吧 所以邵阳这人 我们放这 一定要这种人 做中下层的干部 我估计很少人 愿意承认自己 是又勤奋 又不聪明的 通常真是这种人啊 他也不觉得 自己是笨的 他顶多认为 自己是又聪明 又勤奋 对 事实上 他是个蠢货 我说了 鱼和蠢人不一样 鱼是不知道 往哪走 角落里待着 那蠢是乱动 最怕这种 又蠢又勤奋的人 诚实不如 败事有余 至少你那些 不知道往哪走人 在勤奋的参谋 督处下 在领导的 英明指导下 你方向是对的 是吧 蓝点 笨点 没有关系 说回来 就是刚才那个 好为外交 而不内附 此少阳自然 少阳自然 还有个特点 这叫远交进攻了 就是跟他 不熟的人 或者离他 比较疏远的人 乍一见面 觉得这人特好 跟他比较接近 或者处了久的人 就觉得这家伙 没法相处 这叫好外交 而不好内附 也就是说 他适合于跟 远距离的陌生人 去打交道 而且他乐于 跟这些人打交道 跟他接近的人 基本上跟他 最后都白了 我说过 有一些人是什么 走路之后 走到哪之后 得坐直升飞机出来 为什么呢 路腔被他走死了 只能用三位来解决 二位 对 将为打击 深为解脱 是吧 他走到哪 你想 他的较真儿的性格 他这个 刨根问底的性格 然后他又 致命清高的性格 走到哪 把人得罪上 而且他 把人得罪 变了以后 他都不觉得 这种人可用 是不可亲之 没法去 你跟一个有洁癖人 你怎么亲 你进他们家 他都不让你亲 你今晚上一坐 他你一走 他要先床单 扔着洗机要洗 我知过一个 解脾最厉害的人 他老公用他洗机 洗的件衣服 他把他洗机扔 你跟他怎么相处 肯定有很多人 听到这段说 停 小梁停 我把这段剪出来 我把这段剪出来 专门发给一个朋友 发给一个语音 发一段语音 就这段了 就这段了 我没说 是有个叫徐文斌的人说的 对 太可怕了 而且还有个特点 这种人 就是外面人的评价 越跟他亲近的人 对他评价又不高 跟他不接触的人 就是比较疏远的人 或者接触时间 或者次数不多人 都说这人特别好 基本上都是这样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 徐文斌 一起发现 中医太美 尚阳之人 我再说一点 就是 我们现在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 这个资讯都比较发达 我们会在互联网上 碰到很多尚阳之人 挑毛病 挑刺 是吧 然后这个 穷追不死 然后这个 刨根 问底 这些呢 其实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 作为一个 不管是做学问 或者做其他事情的人 边上有这么一个赠友 就是吧 你不能说 左沉 左沉 就是老给你 这个提点这种 不同的观点 然后追究一些细节的完美 我个人认为 这是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朋友 但是记住一句话 你永远不要跟他亲近 人家也不想跟你亲近 是吧 人家可能跟你交往 是迫不得已 你在人眼里 就是一坨石 是吧 不要亲近 但是这些人是非常 对你的这种学术啊 生活啊 其实是有帮助的 然后如果找对象 或者是要发生亲密关系的话 这种人一定要pass掉 看过来哈 你讲了四种人 听过来的 如果非要选的话 只能选太阳之人 太阳之人 还比较可爱 你总不能选太阴之人 把你拎死了 就完蛋了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你是个太阳之人 你可以去找个太阴之人 对冲一下 对 他不停地索取 你不停地散发你的光芒 王小波说的 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事情 就是一个 施虐狂碰到一个受虐狂 对啊 人家的幸福 你没看最近 李扬跟他前妻又复合了吗 李扬是谁 疯狂英语吗 家暴吗 他取了个老外 然后家暴 六年前 二十八年前 然后闹得互联网 沸沸扬扬 离活 然后互相接短 家暴 人现在也甜蜜复合了 你说那个 当当网 国庆 你跟他很熟啊 我熟了 知道 我老在当当 我老去当当网 看咱们 看咱们俩书 感觉上文兵啊 文兵啊 我以为你跟他很熟 天上天有个段 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记者问他 你是不是准备续嫌 记者吧 其实问的是你准备再准备再找一个 对吧 但是他不知道续嫌什么意思 太恶劣了 续嫌一般是老婆死了以后才去 他们是笑话记者不会问 其实记者对这个事是有深入研究的 因为国庆的老婆在那篇文章里面揭露李国庆里面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和我的家庭唯一的遗憾就是老公没死 他说董明珠为什么成功了 老公死了 然后又说了个谁谁谁 为什么成功了 老公死了 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悲剧唯一的遗憾就是李国庆没死 太恶毒了吧 所以后面那个记者问你什么时候去嫌 他是基于这个话问的 那记者有没有那么有文化呀 后来看着那个李国庆顿了一下之后 那个记者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个人认为如果亲密的关系撕扯成这样的话是个悲剧 对他们两个人来讲是个悲剧 最大的问题是那个清华教授孙立平是他们的老师说一句话 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然后你们不知道你们在网上这么做最大伤害是你们的孩子 而且是应该是不可修复的 不是对他孩子来说 对孩子咱不知道啊 这俩人我刚才说李扬跟他那个家暴那前妻人现在又开始秀恩爱了 所以这些事情啊 家暴这个事绝对不是个理性问题 李扬和他前妻这个呢 他一个怨打一个怨癌是可以的 我看不到 那我们太八卦了 我们俩搞文化的吗 不是八卦这是直面人生 直面人生 真正的勇士是要直面惨淡的人生 真正的勇士是直面别人惨淡的人生 淋漓的鲜血 对吧 所以这个能量的输出和释放 那你说当一个太阳之人碰到太阴之人 那就是水火激荡 出来的可能就是雷电 据说最早的生命就是打雷就是催生了一种氨基酸 之后又出现了蛋白质 所以我们说你到底要娶什么样的人架什么样的人 你先搞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去讲跟你匹配的人 然后你去选择跟你匹配人去怎么相处 是吧 我听你这么讲完四个字吧 自己都很很惶恐 都不知道怎么直面自己的四种人格 你的意思你这四种人格都有 我觉得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看十二星座一样 你看完射手座吧 你觉得这挺像射手座的 你一看天蝎座也挺好的 所有正面描述都符合我的人格 那你还有一种可能 过湖 负面描述也符合 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因为你接触的高人很多 这种所谓的高人 我个人认为就是 除了能量场 能量场就是一个粗浅的说法 这些人的 他自带自己闪光 他有他自己自洽的 信奉的那套东西 他是放光的 他会影响你 他会影响你 然后你呢 自觉的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 欣赏这个人 然后我就听从了 他的某个片段 或者某个想法 某个意见 所以你的身上就会 产现出他们的影子 如果你顽骨不化 消化不良的话 最后你就会出现 刚才你说的 好像这些东西我都有 其实还是要把它化掉 我在你身上 我跟你处这么多年 我在你身上 没有看到过太阳之人的影子 你没有那么狂 其实你有狂的资本 君子用心若静 是不是 我这不是说捧你 就是你 如果你别人在你那个年龄段 有那个资源的话 你完全可以 你为什么要做中医 就以为中医好混吗 发现挺难的 水挺深的 不是好混 我在跟你接触 你要决定开正安之前 我就说过 我说这完全是一个 江湖险恶 不是江湖险恶 我个人认为 就是完全你是用热情 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做诊所的话 我自己的判断 第一 你要请好大夫 请好大夫就要贵 贵的话 你就 所有的基本的诊费 原来 28 91 全给 除了全给 还给补贴 提成 药费提成 我没有 真的还真没有 我知道 就现在这个套路 现在最狠的是 一些上市公司 人家开诊所 直接给股份 你说你要请好大夫 怎么办 然后 药 你要用好药 价格就贵 然后你又没有医保 没有其他的这些来源 可是你固定的房租 人员 这些开销 所以完全是个辛苦 所以你就一头就扎进来 而且一开好几十家 是吧 别提了 求你了 但是这个事 快哭了 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是 你完全是一种 我个人认为 不是狂来做这个事 你还是出一种热爱 是吧 所以你身上 我没有看到太阳之人 然后 其他的你也不像 我觉得你还是偏阴阳平和 好人 好人 两个好人 来来来 我下面都不好问你了 薛老师你是哪种人 我不问了 薛老师肯定也是阴阳平和之人 不不不 我曾经是偏阴寒的人 但我不是那种贪 贪的人 我偏少阴之人 就是 看别人嫉妒心 或者是那种挫败感 就是恨不得别人摔一跤 有 少阴之人 后来经过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有啊 就是能量不够嘛 而且心里 心里面有银寒嘛 后来经过调整 我觉得我现在 阴阳平和之人 但是我从来 不会变成太阳之人 因为我生那年 是66年 水太过了 凡事先考虑负面 一看负面能接受 就再去干 所以这个 加上又姓徐 所以比较低调 缓慢 偏一样 平和 不管是 您觉得自己是那种人 也不管你旁边是那种人 我觉得要有个心态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人是可以借由觉知 来改变的 是 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是帮助大家呢 建立一个镜子 当你有觉知的时候 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他们说啊 这个修行的人的命 不要算 原因就是说 太阳开始对自己的 性格里面的那种惯性啊 有了一种觉察 然后呢 就会去调整 同时呢 对于身边有太阳 到太阴之人呢 不同的人呢 也心生欢喜 就是说 什么人都应该建立起一种 和他能够共存的一种模式 再一个就是 要知道特点 特点无所谓优劣 特点放在某种环境下 它是优点 对 放在某种环境下 它是缺点 对 你知道自己特点 然后去找 让它发挥优势的这种环境 是吧 是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好 四种偏性 就是病态人格都讲完了 下面我们讲一下阴阳和平之人 不扭曲不变形 道士无情 却有情 徐文斌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解读皇帝内经 提升我们的生命力水平 一样和平之人 你看那不是太就是少 是吧 到人这儿 没有 平 是吧 平是一个balance 和不是 和是什么 君子和为贵 和是不同 对呀 对吧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 但是 就像水一样 你放到杯子里 它杯子里 放到碗里 碗里的一样 它有一种 柔和曲 有一种适应性 换句话说 我这种人 碰到人 说人话 碰到鬼 说鬼话 虎狼从中 我也要立身 什么意思 不管碰到太阴人 太阳人 或者是少阴人 少阳人 我都能跟他们处得很好 这种处得很好 是第一 我舒服 第二 对方也舒服 你不能走到哪 招人恨 招人烦 招人讨厌 这叫和 不能说我是太阴人 所以我跟太阴人 就处得好 然后我鄙视太阳人 不是 有阴阳和平之人 他有一种 记住这种和 表示的是一种 动态的平衡 所以我们如果 画阴阳语 画 左边一半 阳 右边一边阴 那不叫和 一会儿这个多 一会儿那个少 而且它是动态变化的 还有就是 大家都认为平就行了 平是不行的 平是很行的 平是 不不 说一句话 世界是平的 首先世界是平的 对对 什么叫动态平衡呢 就是我们现在 请客吃饭 大家A制 你花你的 我花我的 这叫平 今天你请我 然后过两天 我请你 到一年下来 大家花钱 差不多也一样 请的次数一样 这叫和 你不能计较 他一时的多和少 是吧 最后看他那个状态 所以阴阳云 那个状态 大家去好好理解 有时候阴多 有时候阳少 然后你不能说 那会儿阴多 阳少就不对 那叫和 最后达到一个状态 叫平 不然的话 你就死死一谈 你想A制 到最后 你还有朋友吗 什么叫朋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叫朋友吗 肯定有这种肖长 互相有夸战 互相有褒贬 互相有调侃 互相有这种贬低 忌忌 这叫必须的 有很多人说 我这人没有敌人 那得了 你也没朋友 两个人之间 都是互相捧臭脚 没有批评 所以这种和 代表了一种 很高级一种观念 所以 阴阳和平之人 这种人什么特点呢 补充一句 徐老师 你说 因为阴阳和平 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的这个和 就是有些人 他可以在短时间内 可以吃亏 什么的 因为他是一个 长期主义者 看得见 其实我这些年 观察下来 真的让你舒服的人 他是有 在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意识的 就是他的大当理 或者他的整个的 习惯里面 第一 他看问题 比较长久 所以他 今天的吃亏和 明天的获得 他都不会太觉得 亏你或者不亏你的 今天你给了我 我也不欠你的 明天我给了你 你也不欠我 我也不回报 对 就是这是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 他还有一种 层次上的这种 大视角 他不在一件 物质上 他有些时候 在物质之上 还有信息能量 还有彼此之间的 很多的交融 所以一个 阴阳平和的人 我这些年 见过一些 大修行者 或者比较 在各个领域里面 比如说在科学界里面 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身上 有一种 比较宏大的视野 所以和平之人 都是那种 格局相对 比较大一点 看问题 比较多元化 时间维度和空间 维度上 都是多维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 我这么说 我听你说完了 你又把阴阳和平之人 分出类了 我告诉你 小家碧玉 也百花也有春天 没有大格局 也是阴阳和平之人 为什么呢 你们宏大叙事 你们征服天下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 我过我的小日子 这种人 幸福感也很强 所以呢 他也是阴阳和平之人 他没有大格局 他没有他视野 他整天就是 鸡虫得失 鸡飞狗跳 就家里这点 加上里短这些事 他也处得很好 所以你认为 就是说和平 不一定要大格局 不用 干嘛要大格局 所以阴阳和平里面 也可以分出 大格局 中格局 小格局 大能量 小能量 你比如说 一个心率40的人 你觉得他就不健康吗 我一个心率40的人 我就干我心率40的人 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 小孩子心率 也100 120是吧 特别快 逐渐我们的70 80 到老年 三四十 然后他们就说 哎呀你这不对啊 你心率过滑 要装 心脏起搏器 装完了以后 就下了一个什么 给夏利装了一个 法拉利的 发动机 一下给他就跑烂了 所以他在他那个低层次 你比如说 我接触几个 90多岁的 这些高瘦 但是很健康的老人 我发现他们手脚都是凉的 嗯 你能说手脚凉 他们就不健康吗 人家到那个 到那个岁数了 能量不够了 我就牺牲 末端 我把阳气回缩到这 你寻微手是热的 因为你正直壮年 你要给人看病 对不对 所以阴阳和平的人 跟他能量格局大小没关系 只要他自洽 嗯 是吧 嗯 他知道跟谁混 跟谁处 然后 不陷阴阳 不陷仙 是吧 你们 哦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 是吧 你们 住那么大宫殿 晚上你有十张床 你怎么来回岛 是吧 我就三尺卧榻 我就睡得挺好 然后我一天就三顿饭 我吃得挺好 阴阳和平 那达到阴阳和平 如果不是基于这种 思维上的开阔的话 那它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比如说 教养习性 或者是天生禀赋就这样 天生禀赋 天生禀赋更大一点 嗯 所以我看到的 其实 很多人其实是被教育坏了 或者是被攀比坏了 嗯 你比如说你去看电影 然后就身临其境 然后就跟着哭 跟着笑 我天啊 那不是你啊 那不是你的生活 那是你想象中的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自己的能量格局 跟我们想过的日子 是不匹配的 你不知道人家家 布置成那样 你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 其实你也挺好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 五色令人忙 这个五音令人耳聋 就是我们接受了一些 我们本不应该接受的信息 然后这些信息还作为一种 扰神乱神的一种能量 这是不好的 徐老师 你刚才这样说啊 的确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通病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也无法真正的避免 对吧 你不去看 你刷朋友圈的时候 还是会看见别人生活的很好 你定力很强 也没有办法 那么 我猜一句 因为我的一些学生 或者是比关系比较亲近的人 加我朋友圈 这些人有很多又是我的患者 就一个医生 对患者身心 各种关系 家庭危险都很了解 我完全知道 他们发朋友圈和他本人是两个人 我知道 所以当你知道 每个人都有可能 他表现的一面 和他真实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而且有一个定律 就是 他越表现出来 越是他没有的 秀恩爱死得快 对 所以 做给别人看和让自己舒服 是我判断一个人贵和贱的标准 你做任何事情 我说你穿这个衣服 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看呢 还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舒服 这是我判断的标准 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 当别人觉得我好看的时候 我就舒服 明白吗 他还是个贱人 你舒服不舒服 为什么让别人来决定 所以 一阳和平这种贱人 完全是 以舔鱼为物 以自得为功的人 完全不是拿朋友圈 或者跟别人做攀比的 一个现代人 对照着 听徐文明老师的课 太不容易了 本来就够苦的了 这个时候 你在追加一钱 说你这活得太贱 太苦恼了 我那天发了个微博 有感而发 我说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这本来张细转有个歌 他说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其实我说这个贱和贵 不是说有钱没钱 是价值观的问题 你牺牲自己为了别人 还是维护自己 所以我们叫独立守神 大冬天你要穿的那么少 那么冷 把自己冻成那样 你为什么 你比如害自己 让别人觉得好看 而且别人未必觉得你好看 所以阴阳和平之人 大家记住一个是动态的 他是随遇而安的 随着跟人接触 或者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总体上 他会有一种自我的平衡能力 是这种自我平衡能力 绝对不是翘翘板 他不会走极端 他不会变得太 也不会变得少 不会 他在太少两个中间 就要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总是会出现一些 颠峰时刻 就是他可能会出太和会出少 但是他心里面知道 随时要回来 对 他心里面有这个觉知 就是悲观的时候乐观一点 乐观的时候悲观一点 是为达观 他完全有这个意识 还有这个能力去控制 就是很多人是羊到了极点 他收不住的 我们都知道他都有惯性 你只住这个惯性力量 要超乎一般的力量 而且最关键是叫心魔 当那会儿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 所以这个阴阳平和之人 不光是一个身体 不光是个能量 不光是个意识 他关键有一个定海的神针 就是那个独立守的那个神 随时让他敏锐的感觉到 预测到将来的风险 以及一切的可能性 他知道多了 他就不会太狂 我最近特别喜欢罗树 他讲的话 他就说 罗树其实我觉得 他有很多思维 有点像东方人 他很装直 是吧 很装直 是吧 对 这个罗树说 就一切的情绪来自于无知 无知 我们发脾气 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无能感 对 包括烦 其实你觉得烦的时候 你知道你能量供不上 不确定的焦虑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徐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居处安静 居处 看见没有又来居处了 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反复提居处呢 你活着 这世界上不就两件事吗 是吧 上班回家 不是居就是储 不是居就是储 是吧 所以星座分成居座和处女座 对 居女座和处女座 这世界上分成两种人 对 所有不是处女座的人 都是居女座 对 包括你说住酒店 为了工作出差 住酒店也是居处 前面我们讲了太阳之人 居处于鱼 是吧 排场 大 是吧 奢华 这个人 居处两个字 不管是生活的地方 还是工作的地方 不管大 不管小 给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一个安一个静 对吧 什么是安 什么是静 举个反义词 安 反义词就是不安 是吧 正安的反义词 就是不正安 正安的反义词 是不正不安 是吧 安是这样 我们说 讲话令已经上午天上 我们叫心安而不惧 是吧 行劳而不惧 安是一种心神 藏在心包里面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他的心神是有肉质的 有心有质的 有温暖的 流动的气和血保护的 所以他即便是碰到了 在危险的 或者是各种条件 外在条件的时候 他内心是暗的 所以我们说一句话 叫泰山崩溢后 迷路洗衣前 不安的人什么样 自个家里 一个人待的时候就不行 第一要反复锁好门窗 要开灯 拉窗帘 然后突然有人没打招呼 推门进来了 或者是突然说一句话 他会一激灵 就要不安 然后一个人不敢关灯睡觉 必须有人要陪 然后你说这种人不安 怎么回事 你把它放到坦克里 放到一个城堡里 放到这个能防止原子弹攻击的那些 都解除不了他的这种不安感 什么原因 我个人这么多年研究 心神出来了 心神外跃 第二呢 心神没出来 心包破了 又破碎了心 然后外面的所有的这种风吹槽 因为神是很敏感的 他不见得有形的物质 进去后会伤到他 外面有这种风吹槽 他都能赶到 他能赶到 而且这种赶是穿越时空的 所以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信息 过去的能量 离他很远的能量 或者信息 都会影响到他 所以这种不安 现在人很多人是不安的 这种不安的人到医院检查 一般都被判定为焦虑或者抑郁 然后吃一种化学的药 来掩盖这种不安 讲个例子吧 有一个病人 当然是搞IT 也是做过融资 也烧过钱的人 反正是很辛苦 也很成功 但是烙身体有问题 然后就找我看病 找我看病以后 我一检查 我说确实问题很大 然后就给他做治疗 做治疗以后 几个变化 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肚子小了 肚子小了以后 他来不及 打这个裤带眼 所以在那以后 他好长时间 就拎着裤子跟人说话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变化 但是后来过了一年多 他完全好了以后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其实许老师 我找你看病的时候 有一个症状 没跟你说 我说什么事 他说 我参加我姨 老姨还是大姨的 一个葬礼 你知道咱们国家这种 入恋 那个化妆 真是不行 为什么呢 尸体放在冰箱里冻 然后在涂上的油彩 他看完以后就吓着了 吓着以后 留下毛病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 就感觉到那个人扑过来 从此以后 他不能关灯睡觉 我以为他从此 不能看见你化妆的人 因为白天 你睁着眼的时候 阳气还是足的 你闭着眼睛 胃气就进去了 一直是这样 后来在我给他知道 两个月三个月时候 那个人扑过来了 他上去把那人打了一顿 然后再不来 这就叫安与不安 他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一种 在感的层面上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所以也就是说 阴阳和平的人 不管他的居或者处在哪 不管他有多简陋 或者多危险 或者是多破 你看老大长在钟南山 在八卦顶上 就是几个铁皮搭的那个屋子 是吧 安 再一个呢 很难做到的就是静 你发现没有 现在人好像 所有的人 要么低头看手机 玩手机 然后你让他安静 在那坐一会儿 手足无措 眼神都不知道往哪看 手都不知道往哪隔 还有现在很多孩子 叫多动正 几枚弄眼扭脖子出怪身 静不下来 所以后普 包括这个正安都推行了一种 让人静的一种训练方法 不管你去静坐 或者是站庄 意思就让你静下来 但你知道 这个静下来有多么不容易 很多人第一静不下来 第二体会不到静下来以后 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效果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坐在那里 他也没有玩手机 他也没有动来动去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这是在走神和没走神 那情况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个有一句话叫发呆 发呆的很多 这个你是讲庄子的 这个有个成语叫呆肉木鸡 我们现在把呆肉木鸡 当贬义词 在庄子里面 戴肉木鸡 那是很高级的一个修行的境界 现在就前上个月 他们说国外流行 传过来一个科学的最佳的研究 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脑积液跟血液有一种交换 然后人就变得睡醒一觉 就是满血复活 是吧 fresh 然后就怎么好 其实我们发现的状况 就是中国人早就发现了 是在你静的时候 不干扰的时候 大脑才会充分的完成这种 我们讲的是 小周天 大周天 他们 他们是做那种解释 所以大家怎么想呢 静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静不下来的 第二呢 静不下来是用 可以用多种手段 医疗的手段 或者是导引 按桥的手段 是可以让你 帮助你静下来的 作为一个阴阳和平之人 走到哪儿 内心是安的 状态是静的 其实是一种什么状态 是一种叙事待发 随时可以起来的一种状态 而不是说 我现在老想一句话 叫主动休息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被动 累得不行了 要死了 然后我放几天假 从来没有人 还有气有力的说 我去休息一下 而且人即便休息了 满脑子也是那种 一脑子门的官司 做那些事情 所以这个安和静呢 是一种修行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且与环境无关 与你当多大官 与你做多大事 与你处在什么位置 然后处理多麻烦事 都没有关系 都是安静的 家里面是安静的 中国人有句话叫 好的这种关系啊 特别是夫妻关系 像内衣 妥贴 舒服 你感觉不到它存在 但我们现在很多人 穿了一个扎了刺的内衣 他老提醒你 今天结婚这件日啊 明天我生日啊 这种存在感就不舒服 结果到日本以后 发现他有类似的语言 什么语言 他说好的这种夫妻关系 像空气 更厉害 就是你需要它 但你感觉不到它存在 所以你一旦感觉 它的存在 其实一种不安的感觉 就来了 词言圣妙 是吧 圣妙 所以安是不刷存在感的 真实的存在 对 对 他有自在 你一有那种刺恼的感觉 就有他在 他就来了 所以合一 来了来了 他来了 是吧 对 高级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到此处呢 就讲两句话 讲到此处呢 就是居处安静 对 居处安静 然后我想起了前两天 在一个我的同学 送了一副字给我 嗯 居正心安 我一看呢 是 新云老和尚写给他的 就是他转送给了我 我很感谢啊 就是他说 我觉得所有人送礼物给我的 都是一种祝福 都是一种提醒 嗯 当我拿到这幅字的时候呢 我感受到了一种遥远的提醒 就是每个人呢 都应该把自己心呢 放在枪子里 居正 嗯 居正的把这个心放回去 嗯 这个时候呢 自然就会安 那安呢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有 它是有外在的一些修行方法 和有一些 可以调整的可能性的 就是不安 嗯 没什么 嗯 你只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安的那种状态 嗯 你一旦意识到 有安的状态 并且知道自己不安 这是你走向安的一个最开始的技术 我中学老师嘛 大同二中的这个冯耕生老师 老跟我说一些这种谚语啊 或者是歌言 他说有一句话叫 怕出有鬼呢 咬出有嘴呢 啥意思 你觉得那被咬了 那有个蚊子 嗯 你为什么怕 嗯 什么鬼 鬼就是一种阴暗负面的能量 嗯 对吧 你为什么害怕 是什么让你不安 正式的 解决的 是吧 把它干掉 然后就完了 嗯 好吧 好 非常感谢薛老师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 阴阳和平之人 嗯 居处安静 希望下一次呢 很快 有时间呢 能够再次 向薛老师请教 好 书通天 好 谢谢梁东 谢谢薛老师 再见 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这里是国学堂 我是梁东 对面是徐文斌 徐老师 你好 呃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嗯 还是继续啊 这个皇帝内经之通天篇啊 之前呢 是讲到了太阳之人和少阳之人 今天呢 继续啊 开始聊阴阳和平之人 嗯 呃 以前讲的都是偏啊 就是不正常的人 嗯 就是太阴之人 少阴之人 太阳之人 少阳之人 嗯 呃 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啊 性格特点 行为特征 然后那个对别人的态度啊 跟人怎么相处 那么最后落实到呃一点 就是什么叫做身心健康的人 身心健康的人呢 我们给他起个名叫阴阳和平之人啊 嗯 呃 和和平是两个概念 哎 和有两个和 一个呢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和苗加口这个和哈 嗯 那这是简体字 反体字还不这样写的 嗯 另外一个呢 是人一口那个和 对吧 人 对 好像一个网 就像网一样的一个 对 就请问这两个和有什么不同 先说一下这个和平的和 和平和我们现在这么写到不是简化字 因为在战国以后就把这个字简化成现在写成这个样 就是左边一个和拿了和右边一个口啊 其实在这以前呢 这个字写法呢 不能说是反体的 应该是它的一体字啊 是左边呢 是一个月 这个月怎么写呢 就是上面一个人一横 然后三个口 底下是个有点像鱼网的网啊 它不是两个叉 是一横两竖 这个字单念就这样念月 右边呢 是个和苗的和 现在有很多人写书法 还用这个和字来写 这个和呢 在古代呢 它是一个乐器的意思 现在有点失传 但是在民间还有 它是首先 它是一个管乐 它是一个用骨头或者是用竹管 这么做成的这么一个吹的这么一个乐器 它跟笛子和销的区别呢 就是笛子是横着吹 然后呢 销是竖着吹 它的特点是斜着吹 斜着什么叫斜着吹呢 就是用一个东西 它吹的地方呢 不单开口啊 就用它的那个管的头来吹 但是它加了一个斜坡 就把一个管削成一半 成一个蝎子形插进去 就含在嘴里吹 它的最早的起源也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吹火的一个管 这个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吹火这个事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点炉子 我也知道点这个木材 有时候它不着 但是有点炉烟衰息 灰中有火 想把它引着了呢 就需要鼓风 就吹一下 这时候呢 人家这个卖炉子的这个商家 就专门给你配一个 这个吹火的这个管 很好用 这个非常集中 一吹这个火就能起来 所以这个月的本来的来源 就是一个吹火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老子说这个 驼月啊 虚而不齐 冻而欲深 这个驼呢 就是牛皮做成的那个 鼓风的袋子 然后呢 连在这个月 就是一个吹火管上 就把这个风给压进去了 这是它的历史的本意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乐器里 这个和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 吹着一个三口的古笛 或者是竹笛 来发出一种声音 据考证也有六口 也有九口的 它的特点是 能够附和很多高低不同的声音 中间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 就是说 我没你那么高 但是也能跟上你 我没你那么低 但是我也能拔高你 所以它从古到今的这个调和 这个调念调 就是在音律里面是个很高级的一个存在 我都说我们中国没有交响乐 我们中国人是有的 是通过这个和的这个乐器来完成的 所以到降国以后呢 这个和逐渐就简化成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和字 但是很多古人用这个和 坚持用的和的本意 就是你比如说清朝 有个光绪的师父 叫温童和 温童和是一个 现在来说是个左派 属于那种白莲花级的 老站在这个道德之高点来指责底下这些 李洪章这些干实事的人 而经常给人使绊子下套 后来被罢免回乡了 温童和这个人 你就不能把他的名字那个和写成简体字 是吧 而且这个人起名字 很有讲究 是吧 同和嘛 是吧 道德定讲 和其光同其成 和光同成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话什么意思 这个话意思就是 我本来自于尘土 是吧 福贵于尘土 我就是俗人一个 但是呢 我要向往的光明去走 要拔高一下 是吧 但是我不失为这个一切平民之本色 和光同成 所以很多人去请教一些道长 我怎么能做到和光同成 哎 你不用同成 你就是成 这就是说这个和字 和呢 我们现在知道它有很多发音 你比如说 富贺 印贺 它就念贺 这是一个入神字 这个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回应 但是不同 啥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 用汉字说话 就是用词来代字 所以很多 含义词 我们都放在一块去用 当成一个意思 你比如说 褒贬这个事 印和是两个意思 印是我同意 是吧 我答应你了 那和是什么意思 我也有回应 但是我不同意 这叫和 你比如说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你说来啦 这叫印 你要回事说 我不吃 我就不吃 这叫和 是吧 还有那个负和 负是 我给你的意思 意见保持一致 是吧 和是我给你提点 不同的意见 是吧 所以叫负和 我们现在把这个负和 当成一个负的意思 就是第一个发音叫和 第二个发音叫和 比如说我们和面 是吧 面粉放盆里 加点温水 或者加点冷水 就嚼在一块 揉成个面团 这叫和面 这叫和 是吧 你还不能用别的字来 替代它 就是两个不同东西 你把它搅和 这叫和 第三个发音 就更使得 就打麻将 胡了 也是这个字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和的意思呢 它就是代表了 中人讲的一种状态 是吧 叫和 再说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叫和 是吧 叫人一口 曹操有个故事 曹操那个 有人给进过来 一盒点心 他就上面写了一个 一和 是吧 一 和 结果它底下有个模式 叫杨修 杨修就 一看来这么写 就打开盒 就取出一块 就吃了 底下说 你这么翻上作乱 是吧 给成像了这个点心 他说成像写了 写字呢 一人一口 是吧 和就上面一个人 底下一个口 是吧 就和呢 底下加个七米零米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盒子 是吧 但是呢 盒的本意呢 在古代也是一个计量单位 就是一盒 现在在日本还用 就是一个小木框 小木盒 是吧 成大米的 就是一盒一盒 基本上一盒 就是一个人的饭量 是吧 而现在我们在想起 说起这个 繁体字那个 盒字 那个月 月除了月气 和吹火的那个底子以外呢 还有个含义 就是半盒 叫一月 是吧 两月是一盒 十盒是一升 它都是一个计量单位 但是它 作为计量单位来讲 你生出一个意思呢 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 都放在一块 是吧 就合 two in one 是吧 就合在一起 所以中国人讲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悲欢 离合 这个合呢 就是 它的反义词 就是离 是吧 就是分开的意思 所以我们特别 讲大团圆 是吧 讲这种 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这叫合 但是呢 事实上是 你把不同东西 或者不同的人 放在一块 它里面 相处得怎么样 是吧 就有合的 还有不合的 这个合 我们说的是 那个和平的合 是吧 就像你把这个水 和油放在一块 它放进去以后 就是个玄作业 是吧 放一段时间以后 油比较轻 就浮在上面 水比较沉 就浮在下面 是吧 界限很分明 所以呢 合而不合 是吧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 合是 把它放在一块 但是它不合 就是 互相没有焦虑 是吧 没有包容 但是你把盐和糖 放到水里 那就叫合而合 是吧 它融解在一块 就变成了 产生一种 新的一种状态 你没法把它分开 是吧 这就是我们讲 这个合和和的 这个区别 简单的归纳 就是 合就是 放在一块 至于放在一块 会产生什么样状态 那就不知道 有可能合 也可能不合 是吧 另外再讲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道教 或者民俗呢 有一个 合合二线 是吧 这个合合二线呢 有的地方把合并和写前面 有的地方把合 合并的合写在前面 这个意思差不多 合合二线的形象呢 就是 一般都是儿童 竖着两个发 发嘴 是吧 一个人举着一个合印 另一个人捧着一个 这个 圆壳 是吧 这意思就是合合的意思 一般都在婚礼上 或者是 在一些吉祥的画上 出现那种 合合的两个 仙童啊 或者是仙子的形象 寓意也很清楚 就是中国人希望 第一 要合 就是咱们在一块 第二呢 咱们要相处的好 是吧 合合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 一种生活状态 那怎么叫不合呢 就是那个合并的合 不合就是不在一块 特别是咱们 这个俗人啊 咱们那个 精气神的水平 达不到穿越时空的 这个 这个要求啊 只能是肉身 距离近一点 是吧 气场能够覆盖了到 咱们才会有所感受 所以像这种异地恋啊 这个视频 交流啊 什么 无论是家庭 的交流 还是恋人的交流 还是什么的交流 包括我们现在 开一些视频会 包括一些网络的视频课 都叫不合 是吧 什么叫不合呢 就是不在一块 是吧 这个感觉还是有的 是吧 当然有 有的人行 有的人无所谓 在哪儿都能感觉到 那儿少几少数人 所以尽量还是要在一起 然后在一起以后呢 就保持各自的特性 独立守神 然后跟别人相处 有一种容让 有一种 区域和深 有一种弹性 是吧 这样就 保持这种 合的局面 能够长久一点 否则的话 就是崩溃 是吧 就像不合到不合 从合到分离 到分崩离析 这就是合和合的区别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徐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以前有句话 叫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也就是说 合跟同 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 同就是 我啥样 你啥样 我长什么样 希望你长什么样 我爱吃什么 你也爱吃什么 是吧 我穿什么 你也跟我一样 就是保持一样 叫合 不一样 保持一样 叫同 那合的意思 首先它有个条件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本能的反应 就是你居然跟我不一样 你凭什么跟我不一样 然后就是如果你跟不一样 你就面临被消灭 所以大家追求叫天下大同 我是大同人 是吧 大同 然后呢 日本叫大和民族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而且日本人自豪的时候 有两点 一个叫万事一宗 就是说日本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他只有一个皇帝 叫天皇 就是不管后面有将军 有幕府 怎么篡当夺权 他们实际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 但是不动天皇 是吧 他们叫虚军 可能就是他没有什么任何实质的权利 但是我不推翻他 得戳在那 他作为一种法统或者道统 是吧 正统的这个像个牌位一样 在那供着 中国不是 中国是你看从夏商中 就是以前叫善让 是吧 就是姚舜宇 我选贤 然后就传给了你 然后到大狱以后 就开启夏朝 就传自个儿的儿子 是吧 往下一传了 然后就 后面人觉得他荒淫无道 然后就是把他推翻了 就是皇帝轮流坐 今天到我家 我就成天子了 所以历朝历代这么搞下来的话 就是大家就是人人都有帝王像 人筹帝在轮不上 就是没有这种尊重天子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可以躲皇帝 日本还有个特点 就是他强调自己是单一民族 就是说日本人那个圈子很难融进去 因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强调自己单一民族 其实他不是单一民族 他原来也有原住民 他也把他驱赶走了 然后同化 但事实上他 有些民族他也没完全同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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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